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你们好 泰国运商球手沙斯利说想成为最佳球员 但是就要一步一步来 成为第三先都不错 普华拉洛高就说要成为第一或第二 就要很稳定地赢到第三的组合先 2017年3月 沙斯利和普华拉洛高 赢到合作以来的第一个赛事錦标 之前他们三次进入决赛都是输球 但是沙斯利膝头受伤 休息了八个月的时间 就令这一队泰国组合停下来 不过去到2019年 他们取得三项赛事的錦标 再次享受到胜利的滋味 沙斯利说2018年的时候 他刚刚相遇复出 而去到2019年 自己就表现得越来越好 加上他和普华拉洛高 亦都夹得越来越熟 越来越有默契 当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普华拉洛高 好像沙斯利那样说 2018年他刚刚才复出 当他回到球场的时候 他们要给以往付出更大的努力 要作出某些调整去配合 才可以一起提升水平 然后再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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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斯利说2019年 他们取得三个冠军 令到他们信心大浸 所以希望可以在奥运前 都维持到水平 他们很想每一场球都打得好 那就可以令到自己 在之后的比赛更加有信心 希望去到奥运的时候 最少可以入到四强 然后再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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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拉洛高都说 2019年他们取得了三个冠军 的确是很美好的一年 但是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才可以打得更加好 提升到下一个层次 然后再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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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2019年 第一个拿到的錦标 就是在新加坡公开赛 四强淘汰了头号种子 在这一场比赛 沙斯维和王雅瓶 普华拉洛高 最终是直落2比赛 不然第一局的时候 已经打得很激烈 太坡组合在头段 曾经落后5比11 之后就落后到13-16 但结果在Dews之下 是可以反胜对手 第二局头段 他们也是落后的 落后过9比14 但14平手之后 他们也是稳步上扬 最终可以赢 好 拉洛高 虽然决赛对手 没有准备决赛 但因为之前都输过 给他们的 所以当然都会出尽全力 他们尽力尝试控制比赛 抢功有大点的机会 就可以赢 我的天啊 这场决赛前 他们有四次的对赛纪录 是各赢两次的 他们有四次的对赛纪录 这次陈建盈和賴沛 是非种子组合 但见到他们越打越好 最终杀得进来决赛 啊! 那是很棒的 太达探 太达探 在达探早上在达探 什么是最终杀得进去 最初的登场 最初初的世界多的赛纪录 好累 2019年這隊泰國組合的 另一個代表作是世錦財 他們在四強以截落兩局21-16 淘汰了二號種子黃耳律和黃東平 成為了歷尼第一隊 可以打進運雙決賽的泰國組合 沙斯尼說在四強他們擊敗黃耳律和黃東平 比賽前他跟普華拉洛高 大家都互相鼓勵 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輸 這一場只是五五球 結果他們成功地控制到比賽 最後還可以取得勝利 在這場球之前 他們其實都對賽過八次 各贏四次 第一局在4比4之後 沙斯尼和普華拉洛高 可以保持優勢 最後他們在第一局先贏21-16 比賽前方 和馬洛高總見話四強 他們淘汰了中國排名第二組合 但在決賽 就要對著中國最強的 鄭思維和黃雅錦 這場比賽對手改變了策略 和之前面對他們的時候有點不同 到關鍵的時候 他們不能夠適應 這就是最後輸球的原因 最終一場比賽 莎絲尼和普華拉諾高 直落兩局輸球 莎絲尼說這一天 她要和普華拉諾高玩個遊戲 就是問答遊戲 第一條是問她 知不知道莎絲尼最喜歡吃什麼 普華拉諾高說是青木瓜沙律 莎絲尼說不對 是牛扒才真 接著到普華拉諾高問 她生日究竟是星期幾 星期二 答對了 又輪到莎絲尼問第二條問題 她最喜歡哪一種狗 普華拉諾高猜是薄尾犬 莎絲尼說是哥基 有哥基 有哥基 西班牙 西班牙 答錯了 原來是杜拜 不是 現在莎絲尼有一分 普華拉諾高就是零分 最後要問 知不知道莎絲尼最喜歡哪一個運動員 普華拉諾高說是趙雲 又是答錯 又是答錯了 原來是輝達那 普華拉諾高又喜歡哪個運動員 沙斯尼猜是朗拿道 不是 原來是張藍 結果是莎絲尼一分 普華拉諾高零分 還可以 在אש舉 後來也是 連結 大家 都 在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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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